交锋不到96小时 马克思终于妥协 非方补给物资前 事先通知中国非方运送物资前通知中国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马克思在南海问题上的妥协让步是否意味着真心悔改 6月21日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 非方决定提前公布向仁爱交非法坐摊的马德雷山号派遣补给船的计划 对此 菲律宾内阁长官贝尔萨明称 这是因为此前中方要求非方在补给时 必须事先通知中方 菲律宾此举是为了避免两国之间产生对立和摩擦 有分析人士指出 菲克斯政府就物资补给事宜提前支回中方 是在南海相关问题上的妥协和让步 当然 必须明确的是 仁爱交本就是中国领土 中方此前允许非方向非法坐摊军舰运送补给 已经是宽宏大量 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非方遵守中方规矩理所应当 如今马克斯政府在相关问题上放低姿态 这很可能与非方在近期的仁爱交交锋中失利有关 6月17日 菲律宾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和警告 派出一艘运捕船 两艘冲气艇 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交临近海域 企图向非法坐摊军舰运送物资 面对中国海警的正常维权执法 非军方人员不仅执意顽抗 多次做出冲撞中国海警执法艇等激烈对抗的动作 还向中国海警执法人员颇洒不明液体 甚至携带了美制A25自动步枪等武器 除此之外 非方还派出了准军事力量参与行动 据悉 此次行动由菲律宾武装部队主导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只负责提供秘密支持 参与者还包括菲律宾海军的特种作战大队 不过最终非方特种部队还是折戟沉沙 损失惨重 以七人受伤一人断指 集体被缴械告终 与非方的部讲武德不同 中国海警在维权执法过程中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 处置合理合法规范 展现出了高度的专业性 也展现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有分析认为 马克思政府这次之所以会对华低头 是很多因素叠加导致的 一方面是在仁爱交交锋中的大败 让其认识到中非两国之间悬殊的实力差距 感受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加强反制力度的决心 另一方面则是菲律宾国内日渐激烈的政治斗争 近期 四名菲律宾缉毒警察因参加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的缉毒战 而被判处杀人罪 并且杜特尔特之女萨拉辞去教育部长等职务 被视作马克思对于前任杜特尔特势力的清算 可以说 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彻底撕破脸皮 解决内部矛盾已经成为马克思政府当务之急 外部事务自然要放缓 除此之外 美国在仁爱交冲突爆发前后表里不一的态度 也让马克思政府感到后怕和不安 首先是美国一直在口头上强调 所谓的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做出一副坚决为菲律宾站台的姿态 然而就在中非仁爱交交锋的关键时刻 随着中国三艘055大驱和一艘057型27攻击舰驶入南海 美国的里根号航母和罗斯福号航母望风而逃 导致飞方一下子失去了底气 这也让马克思政府意识到 美国这个盟友根本靠不住 因此菲律宾政府开始为局势降温 先是非总统发言人表态称 中方执法除了使用砍刀和斧头 并没有使用什么过分的武器 飞方不打算援引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然后就是公布运送补给计划 提前给中方打招呼 要知道在此之前 马克思可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叫嚣过 海上冲突一旦有人死亡会触发该条约 不过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马克思政府此举很可能只是缓兵之计 一旦美国再次释放错误信号 即基于中国南海岛礁的野心 很大概率会死灰复燃 对此我们借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一句话奉劝非方 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 但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 人穷了有多卑微 被中国断掉一旨后 菲律宾呼吁中国继续投资 断掉一旨算是轻的 经济大幅下滑 菲律宾呼吁中国继续投资 农夫与蛇的故事还会上演吗 小马克思亲手毁掉了中非监的互信 想要重建又有多困难 挨揍过后 菲律宾呼吁中国继续投资 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当小马克思执意与中国发生对抗 并被断掉一旨 其就应该想到菲律宾经济全面下滑 乃至崩盘的可能 日经亚洲报道 赴日寻求投资的非国家经济与发展局局长 阿塞尼奥巴利萨坎表示 为了经济增长 获得投资和出口 菲律宾将不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 设置不必要的贸易和投资壁垒 经济和政治应当分开 非方欢迎中国等国的投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17日中非交手之前 菲律宾官方也是这么说的 认为经济是经济 政治是政治 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而真相是 南海交手事件发生后 非执法部门开始大肆搜查 中国公民经营的餐馆 旅店 工厂等 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 引诱中企往坟厂里注资 这种事情只有菲律宾 印度等下三滥国家干得出来 小马克思想多了 解零还需信零人 眼下菲律宾应该找自己的金主爸爸 美国 日本商议 看他们能不能从牙缝里抠出一点食物 不过从美日的态度来看 他们只对于菲律宾是否持续对中国发起挑战感兴趣 其他的一概忽略 气得一个由17个菲律宾商业组织构成的商业团体 罕见向上层施压 要求用非暴力方式解决问题 停止非武装部队和海岸警卫队对中国的持续骚扰行为 明明穷得接不开锅了 却仍在大象面前冲块头 小马克思政府干得荒唐事令人碎三观 而我们要说的是 对于一个以香蕉出口 海源和庸人输出的农业国家而言 套在美国的战车上 执意对中国发起挑战 结局只能是死路一条 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近日引用美国银行的数据 称菲律宾当前的经济增速只有5.4% 而中非关系恶化让这一数据承压 中国作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 疫情前赴菲最大的游客来源国和主要的基础设施投资方 恐怕将与菲律宾保持距离 反映到具体层面 今年1至4月 菲律宾对华出口的香蕉在数量上减少了三分之一 菲律宾将香蕉之王的帽子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越南 至于中国公民赴菲旅游 那就更不用提了 官方发布的视频显示 北京马尼拉的航班空空荡荡 机舱内鲜有谈话声 应当讲 小马克思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 套用一些网友的说法 小马克思想做第二个泽连斯基 奈何中国连机会都不给 当然菲律宾和乌克兰没有可比性 人家乌克兰尚且有黑土地抵押 有欧盟兜底 就问菲律宾凭什么 小马克思亲手毁掉了中非的互信 谈几点看法 其一 菲律宾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孤注一致向中方防线发起全面冲击 看能否激活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得到美国的大力援助 要么现在就消停 回到与中国协商解决争端的正确轨道 第一条路会让菲律宾付出惨重的代价 从中方的反应来看 中方有可能会给越境人员和船只重大打击 让他们有来无回 第二条路需要菲律宾自己走 最好和美国保持距离 而这或将意味着小马克思家族政治生涯的终结 考虑到马德雷山号军舰仍非法停留仁爱交 估计菲律宾仍将赌一把 用更加激进的方式冲破中方的防线 向岛礁上的人员运送物资 如此中非冲突有全面升级的迹象 而这正是美国希望看到的 其二 中非短期将不会再有信任可言 信任的建立需要数年之功 而要破坏它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导火索 菲律宾海警船越线扣押中国渔民的渔网 试图坐滩掀冰礁 往仁爱交海域倾倒垃圾和污水 无不凸显小马克思政府激进的一面 或在其看来 只要有美国撑腰 自己就能在南海出入如无人之境 问题是 美国根本靠不住 17日中非交手震撼 美国军队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很难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除非给他头上猛浇凉水 而从中方的备战情况来看 很多问题或到了彻底解决的时候了 感谢观看